老人有8000块钱鸡血 然后放在身上 一直放在身上献金 一个老人家身上赚这么多钱 然后去赶鸡的时候 三个年轻小孩子 三个年轻小孩子 撞到你了是吧 三个 三个年轻的孩子 然后就撞了他一下 后来他发现钱不见了 一辈子的鸡血就没了 哈喽 大家好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我是校保江湖星 今天依然在我的安徽老家 继续传递温暖 回想到自己以后可能 也会有老的那些天 所以现在做的事感觉特别有意义 在不远处 我看到一个独门独户 现在就准备过去看看 看是否有需要帮助的老人家 大家跟随镜头 出发 看到一个老人 你好 可能没听见我讲话 老人家你好 你好老人家 哎 你好 你老人家是不是怕我 我听不见 听不见 这个后面的是你家吗 啊 后面可是你家 啊 是的 我能在你家坐一会吗 好 好啊 好听见了是吧 那好 你慢一点啊 我扶你我扶你 我扶你 哎 走走走 慢点啊 我来帮你拿个板杖啊 好好好 哎 来拿个板杖做做 哎呀来 来坐慢点啊 家里只有你一个人 就一个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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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老人的情况是这样的 他现在是无二无女 也没有结婚 自己呢有一个哥哥 有个哥哥就是 也去世了 因为他的年龄 估计 也有八十多了吧 然后住的这个房子 可以看到 这旁边啊 旁边这边应该是厨房 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储物简 放柴火 放一些平时做饭用的东西 老人家 然后感觉他自己 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想去养老院 这个我感觉 应该还是挺好满足的 他说 去养老院需要 需要钱 在我的印象中 去养老院应该啥都不要的 在我的印象中是这样的 可能 可能 我还没经历到这一块 所以不太懂 这后续的话 我会想办法联系一下 当地的这个养老院 看能不能把这个爷爷 给他安置到养老院里边 带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老人现在住的这个小环境 一个人真的是不容易 年纪这么大了 什么也不方便 我看老人还比较勤快 忘了那么多柴 爷爷 这些柴是你搞的吗 啊 这些柴是你自己弄的吗 嗯 是的 把这边这个柴 一捆一捆的 捆的特别好 它挺重的 说实话 我总共这些应该也是拿去卖的 因为我上一期 有拍到一位老人 欧爷爷 他也是经常去 使一些柴啊 捡一些柴啊 然后把它捆成一团 然后卖给当地的那个豆腐店 估计就和爷爷一样 我来问一下爷爷姓什么 爷爷 你姓什么 啊 姓什么 贵姓 书姓 不是 就是您叫什么名字 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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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嗯 哦 多大了 就算个八十 八十 嗯 哦 青椒 老人平时做饭的地方 现在旁边烧一个火堆 然后去做饭 这上面都已经不能用了 里面很脏的 然后这里都是爷爷打的这个水吧 看一下 也不知道从哪里打的水 里面有水的 还比较轻的 估计平时用来烧水喝啊 洗澡啊 洗脸啊 之类的 这爷爷平时吃的东西吧 小菜 小菜 这估计是周末吃的饭 饭应该是这个 看看老人缺点什么 然后会给他带领 这个背 还有一点脱啊 背套也没有 我车里正好有衣服啊 现在准备给爷爷去拿件衣服 再拿点吃的 然后我喝的先给爷爷拿过来 爷爷 嗯 我看你 我看你这个衣服啊 嗯 有点薄 我车里有棉袄啊 我给你送个棉袄啊 好 好啊 好啊 爷爷笑得开心啊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啊 刚刚忘了和大家说 老人家和我沟通的时候 他还说了一个 自己有一点积蓄 大概是8000 8000元的积蓄啊 就是在不久以前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突然不见了 好像是被 被什么人就是 拿走了吧 我就不说那么难听了 我也不知道是谁 所以 这么可恨 老人家的钱都动 他这个钱本来是用来 去 养老院的 万一自己有个病 生个病啥的 是用来给自己治病的 一辈子的积蓄啊 花钱 就这么没有了 那既然 说了帮爷爷去 找这个养老院 去帮他安置好 这个事情我会 后期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跟当地的 有些敏感词我就不说了 就是去联系 联系完事以后 尽快给老人安置好 本来是准备把我这个衣服 送给 陶爷爷的 然后 我觉得我这衣服太小了 太短了 现在去拿一个厚一点的 长一点的棉袄 农村里没有监控设备 所以这笔钱无计可查 突然发现老人穿过来了 我不是让你在家里等我吗 是不是怕我不回来了 好 好 我送你回家了 我送你回家 你那个 积蓄八千万钱 是什么情况 嗯 老人有八千万钱积蓄 然后 放在身上 一直放在身上 现金 一个老人家身上 赚这么多钱 然后去赶集的时候 三个年轻小孩子 三个年轻小孩子 抓到你了 三个 三个年轻的孩子 然后就撞了他一下 后来他发现钱不见了 钱不见了 哎 老人反正就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 非常着急吧 当时也在家里面找了很久 没有找到 一辈子的积蓄就没了 慢点 老出去了 慢点没事 走吧你 不要紧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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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已经放这边 好 这个串很短活的 你不要 好 好了 爷爷的这个小心愿啊 我已经知道了 积蓄虽然没了 但是也不是啥事情 只要能顺利顺顺利的 住进幼老院 我相信 一切困难都会过去的 因为您是一个人嘛 没有人帮你跑 这里离幼老院很远呢 到时候我 帮您联系好了 把您送过去 好 好吧 好 好 你们真亲人 你们真经过这个好人 哈哈哈 没有没有 冲来 没事爷爷 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 好吧 好好 只是做了应该做的 好 我希望健健康康的 然后安享晚年 好好 好吧 好 如果有时间 你回来看一看我吧 看大学如何衰老的 我的眼睛如何融化 如果你看见我的话 心转过身去再惊讶 我怕我的眼泪 对不起 我怕我的眼泪 都会在这里 我怕你的眼泪 是的 我靠心 然后我判断